像我們兒子這一代在這裏長大 對這裏還有感情 再過20到30年 我們這裏人要很少很少 因為小一輩他不回來 我從小就是一個理念 我要出去 這要不是在田裏面、商裏面做事 我都要到城裏面出去 我很想信任我一定要逃出去 我們住在這個上邊 你看娃娃的救急問題 老人救急問題都感覺不了 我爸說你不戀雜雞 你能幹什麽呢 你以後要幹什麽 到田地裏面去挖田地嗎 我們家就跟他拿了五千塊錢 就把我寄進起來 我們家裏是窮的家喻戶曉的 我們住在郭老家 人家都爛完了 全都嫩婦了 被人瞧不起是怎樣的顏色 談理想都被人家嘲笑 第一次演出就是在這裡演出 我媽媽老婆就說 送那咱都帶森果人出來 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旅行的这种偏见 我说不管在口在那边坚持下来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嘛 当然不是很重要 那是小爱的 你要有好的教育 很多同学 其实像我这个年纪 老早就已经不在舞台上表演了 一定要治疗 如果不治疗的话 以后你的职业生涯 可能就很早会结束 这个家都为我的好 也为我的老人好 而且底下有个老人好 有个老人好 有个老人好 今天虽然熟了 那里面支持了 可以的家人的地方 他们是对自己的太辛苦 我想我当年的平均 该也都好 早期送快递的话 全部自行车 下面全部这个皮起破掉 人家吃不掉的放 就进去 打开吃 虽然就是我 你不问 你家族归是哪里人呢 我不建议他的过去 只是我不希望把他的过去 导致我们以后的生活 我一定要留下我的教育 说明我来过来这一辈子 没有白活 如果我们不去付出 不去做 让我们真的都喝了 我也想做一个纯粹的杂技表演艺术家 女生必须要经济度量 我要靠五国人卖钱 卖房 我不会靠人物 现在有些事情当中 改变这个加强了环境 我们的自身辈 可能也会因为有些人气的职聚 他们也会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